咱们书接昨天 昨天正说在淮海村 结教产教 两方面打类 通贵女道人上的擂台 火烧萤火虫明明子 云中子 剑挑孙虎 李玄呢 一件批了通天教主的坐骑 叫龙虎混 这个泪打下来 三场一比较 等于是 产教的门人 胜着结教 通天教主就不干了 就是书龙一混 他那一通天哭 我这通天教主 刚在底下 他这我这摸书 他这一说 我就走这 怎么通天教主不乐意 你把他土地宰了 他都不心疼 最关键 把他这个坐骑龙虎混 一件给斩了 这通天教主受不了 传上出去好说不好听 怎么 这么大通天教主 他这坐骑让太上老君 一个土地给伤了 等于是一晚辈 当师叔的上台 实义上国 没接住 当师人的 那是咱们这个穿上出去 鱼的脸 见乌光 我们这反正呢 他得我投了 说的还是不错 通天教主 这么一做法 他有一首绝活 什么呀 忠仙王 掐全念咒 把这忠仙王撒出去 可就把贴拐林李玄 以及文史真人 美真人 广城赤京云中子 通会女道人 飞飞颠颠 义甘等人 都给估到这网里 一时三刻 这个网越估越小 直到把这些人 估死为止 一摊东西 也倒到地上 这些人就算完了 通天教主听美 领着这些人 回到这棒宫 棒宫啊 这个主人 是他的徒弟 姓杨叫杨旭 是个大胖子 棒经 这个棒经呢 把自己的玩壳 修成一座宫殿 作为这个产吉二教 这双方面斗法的一个临时的基地 通天教主就领这些人回到办公里 一时三刻 盼小妖精出去 看看 这朱仙王 把这些人 咕死没有啊 地上有没有浓血啊 小妖精回来 一禀报 说地上 一点痕迹没有 出去就看见地上 放了一个葫芦 这些人不见了 通天教主 来到这办公外边 身手一碰这葫芦 一摸就一闹 怎么回事呢 这葫芦外边 孤了一层 什么呀 就那朱仙王 越孤越小 孤到葫芦这儿 进不去 拿起这葫芦 一听 里边有人说话 当时就明白了 这些人上哪儿去了 进到这葫芦里 那这个葫芦 咱都知道 您要尝看这个八仙子 年画啊 这个影视作品 都反应过 铁拐里 这拐杖上边 挂着这么一个葫芦 这个葫芦是谁给他的呢 他师父 太上老君 在老君炉里边练 不怕他这朱仙王 想了半天 没想出主意了 旁边有一个徒弟 通天教主的徒弟 给他出一主意 是个女妖精姓白 叫白素贞 昨天咱们说这段 白素贞给他出一什么主意 说您把这葫芦拿走 搁到您这个 毕霞宫里边 到后面找座山头 你给他镇住 千八百年 这些人从这葫芦里边 出不来 他总然有道行 活着跟死了 没有任何区别 就给他钩在里边 这主意出的挺好 通天教主挺美 拿着葫芦 先回到这邦宫里头 然后吩咐这白素贞 领着两个小妖精出去 你去把那天罗宫 就是作为产教门人的这个临时基地 把那天罗宫给他砸了 白素贞两人出去 没等到这天罗宫呢 刚在水面上露一头 说看看天罗宫在哪 这时候太上老军来了 一个掌心雷劈到水面上 当时白素贞化成原形 怎么逃走 咱就咱且顾表了 昨天已经说过 单说这个通天教主 拿着葫芦想走 走不了 为什么 他一走容易 他手下这个徒弟更多 老娇精啊 这个牛伯 胡海山的这些徒弟都在这 他想跑 太容易了 一跺脚他走了 别的徒弟跟不上 那这些徒弟在这怎么办 太上老军来了 能饶得了他们 没有说当师傅 把徒弟扔下的道理 他就不能走 正在这时候 有打这办公外边 就听见老军说话 千里之外 有法术穿音 我道兄别来无恙 刚喊这一声 手里拿着葫芦 可就不是刚才这样 怎么呢 李玄他们这些人 在葫芦里想主意 他不是把咱们 给领到这办公里吗 看这意思 一时半会出不去 这朱仙王在外边猝着 有办法 把这葫芦长起来 越长越大 什么时候 把这办公给他顶塌了 顶出这水面以上 到淮海村外这 让老军能看见 他不就来救咱们 把这葫芦就张起来 一会儿功夫 把这办公就顶破了 可把这杨徐下坏了 大胖子着急 满头大汗子 师傅您得管我 好 我这个顽壳一坏 我这就算完了 我这点法力 全在我这宫殿里的 那对于通天教主来说 这不叫个事 你先说你连个盘壳都舍不得 这有什么的 旁边的人对这个棒经 是冷鸡若逢 瞧不起他 小家子去 舍不得一座宫殿 大伙都笑 这葫芦一掌 在这棒公里边 这么一挤 好 这些妖精死死 伤伤 怎么的挤他去了 这葫芦一只挑在外边 把这棒公一挑破 接着棒公这顶 往上一看 可就看见太上老君 并没有说带多少兵将 多少土地 没有 坐骑都没骑 童子也没带 就是只身一人 手里拿着扶尘 上前一失礼 冲着通天教主挺客气 道兄 别来无恙 他说客气说话 那咱说这俩人打架 这正好比俩巴上拍手 你光一个巴上拍的 拍不下 俩人都敲你 咱能打起来 抬手不打笑脸人呢 他说老君 你来说话这么客气 通天教主没有说过去 就打的道理 怎么人家跟你客气 你过去 抬手就打 张嘴就骂 那他叫通天教主 把他敢说相上去 走到跟前 他也称道兄 师姐俩是谁算师兄的 没法拍 如意师之徒 都称道兄 道兄 知身一人来此何干吗 你一个人来这干什么来了 老君说这还用问吗 我这几个徒弟是不是让你给擒住了 我在昆仑山霸锦宫掐指一算 我的徒儿有难 非是旁人 就是我的道兄你 堂堂一任教主 你把我的徒弟给拘下来 我这当师父都不能不管呢 我得把这话说头了 如果是我这些个徒弟做的不对 我的道兄 我的通天教主 老君这乡 先给你赔礼 看这个话说的多客气 如果是我徒弟不退 我先给你赔礼 可要是我这徒弟没什么错 道兄 你要是一大欺小 可别怪兄弟 我要跟你掰扯掰扯 咱得讲讲这个道理 通天教主一听这话 人家拿好言相劝 我得用好言相答 你劝我好 你不问我吗 为什么为难你这些徒弟 我告诉告诉你 多年以来 你们产教门人 歧视我的结教门人 非是人类 你手底的徒弟瞧不起我的徒弟 因为我这些徒弟都是打畜类修炼出来的 你那些徒弟多半都是人也有出来 所以你们多年来瞧不起我们 今天我来就是给我的徒弟八个创出头 就这么简单 老君一听这话脸色比较难看 说道兄 据我所知 今天这场事可是你们的不对 因为什么 你这个徒弟孙骄 就这老骄精啊 老骄精调戏生母天罗未成 把他生母打回原形 他母亲 决仙女道人在此设摆发场 我让我的徒弟李璇来这儿做这场法事 你这个徒弟不说退避三舍吧 他来这儿搅和 来这儿捣乱 那我徒弟能不管吗 这个事到底是谁的不对 教主 我好言相劝你要不听 那我只能这么说 今天你要打要斗 惜听尊便 老君我是使命相赔 这个话可就算狠话 在神仙来说啊 你要打要斗 你说你话是道的 我借着你的 怎么样 压我叫了 活该应当压你嘴 他不能跟平常人那么承家似的 神仙说话得客气 这就已经很过分了 你话是道的 你说怎么打的 好好好 通天教主一点头 叫一声太上老君 知乎其名太上老君 李尔听了 这就跟骂街一样 刚才高通说了 知乎其名 这咱现在不爱的 平常叫啊 投下楼啊 兄弟 你给我做什么 喊他怎么着都行 话张亚信 平常客气说看什么语气 哥古代不行 两军阵前厮杀队来 这是抬手一指 曹操 那边关雨 怎么着 这就算骂街 不能知乎其名吧 这张伟 太上老君 李尔听了 你看发宝 说声看发宝 通天教主 望后一退 坐到自己的宝座之上 一张口 尤打口中 清光万道 画过万把的利剑 奔开了老君 面门可就刺不下去了 这孩子 坐着法术 老君不光就忙 把手中扶沉这么一弹 如法抛制 也一张嘴 万道鸿光 也是万把的利剑 俩人对着刺 通天教主 这门一翻身 腾冷一下 蹦到半圈空中 画过一只药子 药莹啊 这个东西个儿不搭 过去的飞行 现在比较少见了 这个药 要是叼这个什么 小动物什么 比较凶猛 变成一只药 飞到半圈空中 冲着太上老君 顶梁就扑下来 正在这时候 太上老君 眉骨头顶上 一眼看见李宣那葫芦 掐绝念证 居这么一法术 照着葫芦上一拽 抬头再看这药 他可就不理那葫芦 这会儿葫芦外面的珠仙 好 啪一下就破了 犹大湖里边 腾扔几下 文史文美二位真人 广成赤星云中死 李全 这些人可就全都出来 抬眼这么一瞧 牛哥飞飞颠颠 那俩也看不出来 那什么有一眼 哎 这挺可乐 他觉得可乐 文史真人那些有道 可能看出来 怎么 这药子上面一道紫光 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动物药子就飞到头上了 不是 这是有法术变化的 文史真人一眼看出来了 通天教主不在外边 半玄空一只药子上面带紫光 那这是谁啊 通天教主啊 哎呀心里话说 这可了不得 怎么 你堂堂的教主 都说这个畜生化成人这算进墓 你怎么倒退了呢 怪兰王八越往越抽跑 你这才算什么事 尤打这袖中掏出一只弩箭子 照着药影的脸上 扑一下就扔过去 嗖啪一声 扑 这一弩箭 整夺到这通天教主的左眼上 哎呀一声 通天教主 画出原形 扑通一下 倒落尘颜 死了吗 没有 这哥一般的妖怪 这一下就完灰飞烟面 为什么 这只弩箭 非是寻常的弩箭 这个弩箭的箭头啊 就这弩头 这是拿什么做的 是在太上老君里边的金金练出来的 就是太上老君那老君炉啊 打那炉子壁上面刮下来的这个锅灰 锯出来的 练出点金子来 画这么一头 太上老君送给文史人人的这一箭 射到通天教主这左眼 哎呀一声 扑一下 把这箭打出来 连眼珠都都带出来 当然他没吃啊 吃了得下楼堆了 把这箭往旁边一扔 从怀里掏出一颗丹药 来往这一辱 这眼睛就回来 可是受了伤了 这再打他不行了 怎么办 元气就伤了 血的元气再恢复 那没个时间半月回不来 一跺脚扭头 他走了 他一走 你琢磨他手里那帮徒弟 那都不是人类凶出来的 都是处类 处类 那个什么行为各位都知道吧 我就不具体说了 上时候我在张员员说过 这处类都有什么样的 有上品的 下品的 还有这个不入品的 不入品的都有什么呢 啊 辟甲瑶的专家 菲律宾的警察 这都算处类 具体的我就不多说了 这些一看大势已去啊 领头的老交经 村交一跺脚 跟着通天教主 这道火光 奔着南边就追下来 老交经也走了 他是跳头的 他一跑 后面这些个就啥了 牛国湖海山 一干任劳也跟着跑了 雷独剩下几个散碎的小妖精 那跑不了啊 你想跑 你在太上老君面前 想摆点什么 那没怎么拿出来 你想耍嘎 没拿过 太上老君 那所有天底下身下刷嘎 那个总头 他爸爸 看着老君 你跟他面前你想抖抖机了 显摆显摆 我是怎么没怎么说呢 老君这些你别拿出来啊 你他要是不行 一抬手就给你拦回去了 跑跑不了了 老君游打半身攻下来 想往这棒攻里边走 这时候游打棒攻里 赢出一个人来 谁呀 杨旭 就这棒经嘛 杨旭受其他这几个妖精的奚落 受这些人的冷嘲乐福 心里受不了 一看大势里去 我怎么办呢 我尽尽地主之仪吧 我把剩下这些小妖精都给逮起来 送给老君作为禁剑礼 拿老君当左山雕 这些人都捆起来 送到老君跟前 这些都是街角的门人 我也是我师父的徒弟 通天教主的徒弟 没想到我师父不仗意 他手上他好了 不管我们 我情愿偷在老君门下 老君点点头 你起来吧 把这些人都放 我跟你们无冤无仇 你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 各归各处 各归各家 各找各骂 都走吧 一白手 可就把这些妖精放 回过头来再看看他这些弟子 哎呀 这些人可看起亲人了 见到师父了 我师父您怎么猜来 好我们可受了图了 不要紧的 咱们先回田螺宫 这离得近呢 到田螺宫离去 咱们谈一谈 以往情有 把这几天经过 你们跟我说一过 老君领着这些徒弟 一干人等 徒子徒孙一大帮 就奔着田螺宫来了 在这待了不到一天 大伙续谈续谈的 得说说这两天怎么回事 转天起了早晨 老君尤打田螺宫出来 正要行吐纳之法 这说换换气 掐绝念咒 这么一算 出事 出什么事 我那坐骑又跑 他那坐骑啊 前来说咱们说过 李轩差点死在他这个坐骑手里 谁 青牛鹰 西游记里边也看过这个 把老君那金刚圈偷下来之后 啊 这个各路的天神的水神火神的四路方 阶底四龙毫全都拘来 都打过这一青牛鹰 出宫案表 这个青牛鹰 他不是一头牛 有点类似白龙马 这个意思 你说小白龙他算龙算马 取经成了之后 小白龙得回到这个 雷音寺后的上画龙池那洗一圈出来 你才能再画龙身 因为你本体你现在是个马 这青牛鹰本体算是个牛 可之前他不是牛 上边有五方帝上天的 东方驾一部青帝福西室 坐下有那么一条龙 太上老君出寒武官的时候 青帝福西送给老君的这条龙 就把这东西作为礼物送给老君 这是你的坐骑 可是不能让七龙出去 让他化作一只牛 本体大胃气可就是牛了 可他原来是龙 这坐井又跑了 哎老君是咱们嘴 这青牛鹰跑哪去了呢 南越恒山 南越恒山前文书咱们说过 这是谁所在的修炼之处呢 何仙姑 何仙姑 何仙姑由铁拐里里玄度化 一直领到南越恒山 找那么一伤窟楼说这就是你动服 你就在这修炼了 又把当方土地给找来了 让那土地呢照顾何仙姑 之后这何仙姑不能算是老君门下的门人 他应该归到九天玄女这一块 九天玄女上方所有女神前的都没他大 那时候西王母有他大吗 没有 九天玄女有一徒弟 叫上元夫人 这上元夫人可聊的 上方这个 所有的孕女 十万孕女 全归这个上元夫人团 等于天界之上除去王母娘娘 望下一级别的 就得是这上元夫人 这是九天玄女的徒弟 仅次于西王母一级 我何仙姑应当归到九天玄女这人 铁拐里里玄只是作为上辈子的该着何仙姑的 我的腿也缺折了 为什么这辈子变瘸了呢 这葫芦里多少丹药 治不了她的缺腿 就因为何仙姑的原因 她得度化这何仙姑之后再怎么修炼 这就不是李玄的事儿 这就交给九天玄女在派人了 她在恒山那修炼 恒山这份荡方土地呢 还是一个女的 是个土地奶奶 不是土地爷 这土地奶奶的姓张 跟这个赵母爷张奎也是本家 赵母爷本姓张嘛 一碗清茶三酒香 是民间的说法 赵母奶奶就高兰英 还有这个其他说法 赵母爷姓苏的各种说法 都有 咱统一这里边姓张 跟他人家 这个土地奶奶也姓张 左近恒山这一带 所有的大小的山猫野兽 所有的妖精 都听她的拆遣 可不是说 因为她法力有多高 人缘最好 这个土地奶奶 官称大姑 肩膀称大姑 你比她长两岁 见她也得叫大姑 小差了很多 别她就是孙伯家 也见了 叫大姑 官称叫大姑 张大姑 这张大姑 人挺好 就有一点嘴 有点碎 碎嘴子 平常 好唠叨 老娘们儿吧 你琢磨 这一个土地奶奶 挺喜欢这和仙姑 拿和仙姑 当自己亲生闺女 那么看待 平常这娘俩在恒山 一块盘盘道 讲讲经 武武剑 耍耍棒 他给我刨了 还有这尿 其他就没有了 顶多也是讲经盘道 没有这尿胖 小发神仙都尿胖 而且呢 为了照顾这和仙姑 每天 这土地奶奶 这张德姑 派两个小骨 供这个和仙姑拆遣 每天派俩 排班 今儿排班 谁去 今儿个小豆丫 跟这小胖猴 你俩去 排班 明儿个谁去 明儿个小白 小白跟大佬 你俩去 后这去 后拍班 就是拍俩 孔超 孔超跟刘家 你俩去 飞搭起来 不可 轮班拍 所有这附近的小鬼 的妖精 都拍到这个和仙姑 这照顾他 和仙姑有什么事情 不懂的呢 这附近要出什么事 一般第一时间 先问这张德姑 问这土地奶奶 这天和仙姑 有打自己的洞中出来 刚做完功课 我出来赏赏月 啊 看看这恒山的景色 往这山头一站 就只见山脚之下 一片黑气 定情一看 看不出来 这是个什么 感觉这黑气 一带着一阵 兴风 似乎是一妖精 裹着一人 就在山脚底下 晃晃 这山上有什么妖精 和仙姑知道不知道 知道 左近哪有什么妖精 这是个兔子 有那儿 鸡就有那儿 老虎精 什么 他全知道 为什么 这土地奶奶告诉过他 而且都挨个领了 每天点口一遍 和仙姑这势力大 看谁谁到 后来猴 到 上校区 到 上校区 河南狗 挨个叫一遍 这五个黑气 和仙姑没见过 嗯 这是个什么妖怪 不知道 一座法术掐绝念中 把土地奶奶拘了 张大姑 大姑 把你找来有点事 干嘛 什么事 大姑 再把人抱下来 顺着我的手而销 张大姑说 看什么 山脚之下一团黑气 那是什么妖精啊 之前恒山本土的妖精 我都见过 嗯 这个我看着和眼生 哎 这大姑一片嘴 别提了 咱这 新来一妖怪 什么妖怪 我都不知道 他是个什么木槟 来同天 献过元凶 我见过 一同牛 好家伙 他的大鸡 大鸡又麻烦一鸡 老门大 上青下白 挡脚皇 取的名字叫三杨太太 呵呵呵 这头牛个都不小 献不进 献出原形来的恒山这 就在这儿 为非所在 山底下出事 出什么事 在这山脚之下 有这么一户村长 左近的 有许多的这个原外啊 庄户啊 庄客 这儿比较繁华 这么一个所在 还有一个联装会 联装会啊 这几个庄子都有这个庄主 比如这个地方张元外是庄主 这个地方李元外庄主啊 这几个庄主为首的呢 有这么一位姓吴的庄主 吴元外 吴大户 这个书里没有听名的 我就不必戏表了 吴大户呢 在这左近呢 人缘很好 而且经常是积德行善 为人 心地善良 左近这几个穷人 谁家有什么难处啊 到那去磕磕头 这就给点东西 走的时候准不上空手 哎 人缘好急 这么一股打住 前一阵子家里边出点逆事 怎么出点逆事呢 有天夜里 这个吴大户啊 在家中正吃晚饭啊 跟自己的这些个机械啊 压着苦腹 我手里的人 正要吃着饭 一正狂风过来 就是这个妖精 这牛精 这牛精来到这会儿呢 一正狂风 把这个屋里所有的灯 都给打灭了 然后这妖精进到里边 功夫不大 等这灯再点上 家里边这些人 再一看这个吴大户啊 精神头不是很好 精神恍惚 问他话也不说话 没事没事没事 就说头疼 光说头疼 说头疼 大伙说您就休息吧 就给他扶到里屋休息去 等晚上 他这几个媳妇陪着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 这几个媳妇可不干 怎么呢 好 这哪是吴大户 改了臭流氓了 怎么这么厉害呢 往常的身子骨没那么硬了 哎呀 胸狠异常 书里的词啊 是这四个字形容 叫胸狠异常 这是书里那么说 我说书的就不能再说了 那话倒是您各位理解去吧 什么意思呀 哈哈哈哈 孩子小孩 那说书呢 不能咱那爷奶奶一块骂 那不叫书了 不必戏表了 说打这之后 这乌大户整个 他就变了一个人 就这位无缘为严 怎么变了一个人呢 在家里边再吃饭 告诉手蝶这些个机器 不许穿衣服 全都给我脱光了 中午每日 光眼子出来进去 家里门风就改了 男的不脱啊 就女的脱 何强姑天儿吃咋个嘴 这乌大户怎么改这样 那不是乌大户 不是那乌原外 那这是谁呢 这乌大户 被这头牛精给裹出来了 一阵黑风 他一阵黑风裹出来 裹到哪了呢 就在咱们横山脚下 您看见山底那团黑气 就是那个地方 这是个绳索带 这地方是一个乱葬岗子 左近游戏 穷人哪 家里买不起坟地 没有这个棺材啊 死之后 把捆这么一卷 如席 把这死人一捆 就搭到这边一扔 这地方死尸最多 那牛精呢 把这无原外 一阵黑风裹出来 来到这山头之上 给他扔下去了 他那意思 这往下一扔 那无原外 是个凡夫俗子啊 高出往下一落 那不就摔死了吗 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趁着点灯那功夫 就这一瞬间 他再回去 变成乌大户的模样 这熊半作乐 那就是他的事 那这个乌大户死了吗 没死 并没有死 因为什么 那乱杠杠的 这片地方都归我管 我派我手底下 这些个小鬼啊 看着 他还有口气 就在这个地方 那左近要有什么 老虎啊 这个柴狼子 虎豹子这些 那过去不给他吃呢 不会 为什么 我手底下这些个小鬼 小豆芽啊 小胖猴啊 这些 有点能耐 能做法术 你老听说 鬼打墙 鬼打墙 你听说过没 我听说过 哎 就这么个意思 有些个人哪 打这儿过 或者是个老虎 柴狼 打这儿过 他看不见 这乌大户 就给他折过去了 这所谓的鬼打墙 就是这些小鬼 那尸的鬼把戏 做的法术 哦 那你能带我去 看看这乌大户 那可以啊 倒是去 咱倒看能看 那不用跟他打招呼 谁要想看着怎么着 到那去把舌子尖咬破了 狠一口血 扑望着一脆 你就看见这乌大户在哪 就把他这鬼打枪给他破了 咱们不用了 我找人领着吧 找着小白 看小白过来 小白过来领着 小白长小黑 瘦高货 小眼睛细鼻鼻的 有小贵弹衫 有小贵 穿一蓝色上衣服 小白领着 这徒弟奶奶 张大夫 还有这何贤姑 这两个人来到这山脚之下 刚才这股黑气来着 带什么来着 不知道啊 日上这俩人聊 我估计啊 这牛精是不是怀疑这个 无缘万没死 他是不是定点 他过来看一下 想找这尸体在 因为那天扔完之后 他也没见到这胡大户 栽老人的地 我就得看起来了 那大夫 我得问问您 什么事 这个牛精是什么来历 您知道不知道 不好说 出这么大事 你说我能过上汇报吗 您汇报呢 我汇报了 报到哪了 报于 城隍知道 他正管土地啊 城隍说让我别管 先把这胡大户看起来 说他命不当局 阳寿未尽 但是这城隍也没说 这个妖精什么来历 看这意思 城隍知道 他不好意思跟我说 因为他那个法律 他那个势力 斗不过这个牛精 这牛精这么大来历吗 请我做 你可别跟别人说 我可不是传心话 我告诉你 我做我们这牛精 你说我们这上方的神险 能有势力的牛精 有几个 就泰尔老君 他那做戒 是个牛 据说当初这个 东方驾一目 清帝夫妻 是送给他这么一头牛 你说老君养这么一玩意 如果真是他 当初这家伙下思凡下界 差点把那个天白礼礼拳 就杜瓦你那人 那拳呢 差点把那瘸子害喝 好 这不是我背后 脚老君舌子温的 老君办这个事 就是冲了夫妻室啊 他不好意思把这牛给宰了 养赞的一家伙 这可亲 说就不好听了 这就属于拉屎 蹲动弹 这话怎么讲 闲的淡风 和谐不听这个什么词 哎呀 你没当大姑说话 都没留啊 当大姑的说话 都没留 太压实 我们后台又有一大姑 张就张得样 听他就这样 你知道吧 咱这书里全有缘形 你要是俩刀刀面前 可就来到这个山脚下 何贤姑一掐绝一念中 把这法术拘开 鬼打响给他破了 走到乱葬岗子里边 低头一看 地上躺着一人 谁啊 就是这位吴元来 一看吴元来 这个面色红润 看着并不像这个瘦子多的虎似 可有意见 一摸这个鼻子 没有出气尽气 这人死了吗 没有 三魂七魄被封起来了 如果他要有出气尽气了 这个人活不了这么长时间 因为他毕竟是个烦人 所以我做法 我先把他这个三魂七魄给拘起来 让他不能喘气 但这个魂魄没有出离了躯体 还让这家伙活着 让他活着 暂时不能让他这个 因为没有吃活着 没法攻击他 那这个吴元来他们家在哪 您能告诉我吗 干嘛 行姑 你打他们家在哪干嘛 我去看看 把这青牛精给他出了 哎呦 你可别去 怎么 你现在你才修炼多长时间 你这法律不行啊 你去了 回头有个三长两短子 我跟那天外里怎么交代 他把你安排在这了 你师父九天选举 他要是下界来跟我这一要你 回头你这有个闪失 好 那我这土地乃都还干 那这 我说出家人碰见这种事情 我也不能不管呢 可以非要去吗 非要去 那你就去看看吧 住在恒山有下某处某处 拿手这么一指 在什么什么地方 把这道路告诉何仙姑 何仙姑只身一人 有一口方身宝剑 就奔着吴元外他们家来 来到半宵中 因为他住的 这也是一个大院子 几出几近 半宵空中往下观桥 他能看到这个院里面的情况 往这院里一看好 何仙姑只无眼就 怎么怎么都光了呢 到了澡堂了 这怎么个意思 往下看看半天哦 想刚才这个 张德布跟我说的这个事情 明白了 这就是那吴元外他们家 暗落云头 来到了府门外 冲着一半高贺一声 他有法力 呆 要你出来授手 里边这个青牛精 里边这个青牛精 刚要往嘴里放进去外面 喊妖孽出来授手 嗯 一听这个声音 这是个女子的声音 呦妖孽喊谁呢 喊我呢 我得出去看看 光着屁股就出来 来到辅妖孽喊 来到府门外 门粉妥又花海关桥 哎呦 这牛长得酸黑 一看何咸姑长得好 淳于落眼之龙 碧月修花之貌 那神仙 哎呀 这是个什么来历啊 好漂亮的美眉啊 牛耳进来 陪大爷喝两粥 何咸姑一听这叫什么话呀 妖孽我来问你 你可是呢 伤害无缘外的青牛精 哦 他知道我的来路 啊甭废话 赶紧过来吧 这青牛精说着吧 上来要搂何咸姑 他是手望上这么一抓呀 尤打青牛精的这个指甲缝里边 冒出一团黑烟 就裹到何咸姑这鼻子上 往这脸上这么一裹 何咸姑就绝对个头发晕眼发悬 胸口发烫仿在那发甜 嗯 这什么东西 当时这个脑子可就迷惑了 哭通一下倒落在地 青牛精过来要给他抱住 没等抱起来 一阵香风望起一挂 可就把这青牛精眼睛的迷了 这股个风裹着何咸姑的这个躯体 又忽悠一下就飞起来 奔跑直奔恒山 这青牛精一晃过神 咦怎么回事 哎 这眼睛迷住了 等他柔过来仔细在 这么一看 这人呢 哎 李老远一看 一阵香风 裹着一个女子 哦这是刚才 喊我妖孽的女子 怎么跑了 这我追了 一直在后边 他就追起来了 这股的风裹着何咸姑 进到恒山脚下 一片树林子里 这青牛精脉骨也像王李进 您可可别忘了他光着屁股呢 这是王李进身上 村儿啪子 这些树林子 呵呵 刚往树林子里 一脉腿 也不知道是谁啊 推了这青牛精一下 这青牛精 蹬愣 噗 一轮 有儿子 我们出去 十来丈人 铺通一下 叫唐帝 哎呦 哎呦 这这个邪门啊 什么人这么大 敢推我 挖着树林子里 在一桥 寺下里 踪迹街屋 再找和弦窟 看不见 青牛精绝挺晦气 你说这是哪方来的神圣 细琢磨 我呀 我别在这耽搁 为什么 我是被这太上老君偷偷跑出来的 这会不会是老君发现了啊 找谁来 拘我来了 我还是先回去吧 他就回来了 按下青牛精散起步表 单说和弦窟 这阵香风裹着他 一时回到他修炼这个石路 往洞门口 这阵香风落下来 把这躯体放好了 这风口就不见了 柔达里边 张大雾出来了 哎 我怎么回来了 回来快躺着了 低头一看 先过怎么了 你起来 起来 过来掐人钟 马前从垂后背 一会儿和弦窟醒过来 重点一看 哎 我怎么回来了 他说呢 刚才我看着一阵风给你火回来了 怎么着啊 那妖精你出了吗 没有 和弦窟摇摇头 没等我动手 他这一施法术我就疯了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你咋过他了 你飞了一成呢 小姑你家家没见过世面 甭去啦 带着吧 那不行 我说我得去 你看 你这个人 皮脂那么肘呢 你比我还肘呢 今天你去 我不拉你 再去出事 别赖我啊 要不先过枪口头 哎呀 没那么些个事 我去绝不连累你 出什么事 我自己担 和弦窟二次来到这屋就够 到了屋园外家门口那儿 冲着里边又喊一声妖孽出来上楼 里边的青牛鹰拿着筷子 刀里扣漏 刚才我也仔细放 哎 又来了 他这半死下 又打个位出来 呵妞都回来了 你看大爷正想你呢 过来吧 咱们简断捏说 跟刚才一样 过着要了 和弦窟油打这整个缝里 一阵黑烟 又把和弦窟给弄迷糊了 和弦窟 哭通一下倒在地上 一阵香风过来 裹着和弦窟跑了 青牛鹰后面跟随 来到树林的外面 他先看看 这次来 有经验 先把衣服穿上 免得把皮蹭破 人在哪 看树林子里 没有什么动静 卖过王黎进 这一卖腿 又打里 把他抗扔一下 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往他肩头上一推 登轮呼呼呼 一六活 又出来了 再起来看和弦窟 踪迹不见 二三又回来 回来之后拿着筷子 我刀里扣肉 顺身外边 然后你也出来受光 我这块扣肉吃不下去 有大屋里出来一开门 大姐我错了啊 平方 你走吧 你走姐呀 我错了 我不论你了 少说废话 这回和弦窟再回来 可就跟刚才不一样 二三回去这阵香风 裹着和弦窟 一直来到洞口这儿 再叫醒他 可就不是这土地奶奶们的叫醒 谁呀 和弦窟睁眼一看 眼前一个人他不认识 四下里边两边有仙女排列 手里边提炉盘足 香烟缭绕 好家伙这是个什么身份呢 这人低头喊一声师妹 师妹醒来 一喊师妹醒来 和弦窟一睁眼 您是不认得我呀 一别时事 你这个性情怎么还是这么暴力 哦 您是我乃上渊夫人 上渊夫人 咱说时事以前 和弦窟上届的思花仙女 整在这上渊夫人管家之下 他办的所有事都给他管了 那伙是他手下 这伙可不一样了 这伙俩人练姐妹了 打九天选女那练的 你现在算我师妹 我可不是你上司 你起来吧 两番过去 我这保着你 没想到你这个脾气还是真妞 你明明打不过的青牛星 你为什么要惹他 他在此为非坐台 我们出家之人 怎能袖手旁观 好好好 咱们进洞中一续 说实话 这爵儿俩可都进到这洞里了 打鼓过来 一看 咬咬咬 这不上渊夫人吗 你看你怎么来了 你这我我这 你没买东西 我这拱着手 你这东西一点准备都没有 这嘴隧道就是来了 赶紧翻过去 手银赶紧 切啥 这是切啥干什么的 切啥切西瓜 包藏拿烟 再上刮子 快快快快 大姑平常就管这些事啊 没刮子 再拿上开心果 上元夫人一拜说 你就甭招待我了 来这看看仙姑 仙姑再次有难 我来搭酒堂 仙姑 你真想管这事 我真想管这事 好 师尊也是知道 你这份狭义心肠 他说师尊 说的谁 也说九天圆女 这次师尊说我来 送你几件法子 你先把这个收起来 说实话有打秀宫里 掏出一堵东西 什么呀 这么一粒沙子 可不是一般的沙子 铁沙子 放在底儿 跟一个绿豆粒这么大 交到他手里 尸手 尸里尸手 把他手心离放 钻好了 你给我这干什么呀 你真想请这青牛精佛告诉你 他是老君的坐鸡 嗯 这个张大姑跟你说过没有 说过 按理说他不用他问你说 这算泄露天机 听到我告诉你 他给我跑了 你知道吗 我的活呀 他投了屎了 嘴太碎 他是太上老君的坐鸡 能为最大 原本是一条青龙 这个你惹不起他 不凭这种法导 你打不过他 你要与他见阵 拿这沙子 你别跟他打 就往他身上摔 只打到他身上 你就不用再动手了 何强谷不明白 这么小一粒沙子能管什么作用吗 那您给我我就接着吧 然后这粒沙子就揣好了 再次来到这个 吴建桩 吴源外他们家门口 倒是一笑认 那把把筷子撂下 这口肉没放到嘴里 有打屋里出来 刚过来没等指甲缝里 这黑气飘出来 何强谷一兜手 把这沙子就拽过去了 这么一拽 他不觉得这玩意儿有什么稀奇 有什么贵处 包裁三民一拽 那青牛精可是个行家 定情一看 这是一宗法宝 有什么贵处 他也不知道 可能看出来 这是个宝贝 这要打到我身上 准备好 一做法一担抛凶 把这粒沙子就打到地上 没打到身上 就落在青牛精的脚下 可了不得 这沙子一粘地 有大外面 四面的溜沙 就往这青牛精脚底下涌 一会儿功夫 这青牛精就炫的地点 这这就怎么回事 越正外 陷得越深 越正外 陷得越深 再正外一会儿 这沙子已经到鼻子尖子了 只要摸到头顶 他就没气了 我投降了 投降了 求上还不行吗 一喊投降了 没等仙姑走了 这沙子不动 可就给他沽到里边了 仙姑走到锦田低头 你知了错了吗 我说知了错了 知了错了 你快把我挖出来 我来问你 以后还敢不敢再为非作戴 我再也不敢了 哎呀 可是我对不起你 你怎么对不起我 这个这沙子怎么往外扔 怎么往回收 我可不会 那我就埋着了 你别着急啊 有人管你啊 一回头 有大号口 上元夫人可就来了 一看旁边啊 跟着俩人 这边 是这张子姑 这边呢 站着一个小童子 这童子何仙姑可并不认识 再一抬头 这青牛精可认识这童子 这是看他的那个童子 哦 太上老君派人来了 他走了多长时间呢 太上老君有打昆仑山八景公出来奔到淮海村这搭就李轩 到转天早晨起来这整个是一天不到的时间 这栋中一日 这栋中一日 世上一年呢 他前后走了不到一天 也就说这个青牛精下界仅仅是几个月的时间 几个月就在人间就为非作哉干了不少坏事了 这会儿这童子再来 看见这青牛精就恨了 怎么上回丢一回了 别人丢人活着啊 丢牛是吧 丢一回就没看住你 老君殉仇我一顿 这回又把你弄丢了 回去老君能够处理我 这回再处理 就把这童子给打下戒了 这就是后文书的汉中林 来到这儿童子恨 喊一声牛耳 牛耳不是在山坡吃草啊 牛耳献出原形 喊一声那青牛精有大沙子 又咕噜一会儿滚出来之后 门儿一声献出原形 一头青牛 童子走得进前 一等鼻子让这鼻花走 恨死我了 仗牛皮 啪吃一下 那是什么恨 里边怎么恨 还别烫 挖手一蹬 少渊夫人过来 我先说你这事办的挺利索挺好 回去我就有了交代 嗯 如今你就不要再在洞中修炼 师尊这次拆我来 给你这头一宗法宝 你已经使过了 把这一具这铁杀子你揣到身上 还有这么几宗法宝 我得给你 拿出这么一个镜瓶了 一盏镜瓶 这镜瓶啊 这有一名的叫射魂瓶 射魂瓶 前来说咱们说过 这个 那知了精就那通玄子练那小瓶 也叫射魂瓶 他那个跟这个就比不了了 怎么这是九天选女练出来的 给你一射魂瓶 还有这么一支金针 这金针呢 两军阵厮杀对垒 来向不走三合 你把这金针要撒出去 他能刺瞎对方的双眼 还有这么一宗东西 又掏出一小瓶了 这瓶里边有个单杀实力 实力这么单药 你把这个拿走 甭管是这个人 他怎么死的 只要这个尸体不腐烂 没有变化 但玩下去 当时就够活命 整玩下去 这个人马上就一手延年 可有意见 这几宗东西 唯有这尸里单杀 这是旧人用的 你可要谨慎使用 为什么 你要下界去度化有缘之人 你可得知道 什么人当救 什么人不当救 什么人该杀 什么人不该杀 一旦要是错 我走一步 你这实事的功行 可就复之东流了 一切皆由你自己决定 拿这东西交给何仙姑 上元夫人 领人可就走了 临走之前告诉她 你的一干道友啊 李玄章 我已经下界 现在人世之间 执掌这人间的这位皇帝是谁呢 此为姓英 丹子明正 人称始皇帝 咱都知道这位秦始皇 尤打他这起 中国的这个君王称的叫皇帝 咱们之前就是有三皇有五帝 他那意思 我是德盖三皇 我是公佩五帝 把这两个东方到一块 在我身上 这叫皇帝 尤打他这起 所有的君王用的名字都叫皇帝 现在是这个 嬴政当朝 天底下民不聊生 哀生死起遍地的恶嫖 自打这个秦始皇 登基之后 南修乌岭 北处长城 东田带海 西建阿旁 害死百姓无数 他做的这个孽 可大 如今呢 他派了一个人 上东海去求仙 这个人日后 与你还有一面之缘 东海求仙是谁 这人姓徐叫徐福 姓徐明福自军房 前文书咱们说老君出寒武官的时候 这个徐福叫徐甲 给太上老君赶过牛车 就这位 如今他派一个姓徐明福自军房的人 东渡东阳大海去求仙访到 日后你还要跟他有一面之缘 现在呢 你先奔着咸阳城 在那儿你得打救一个人 那打救谁呢 这也不能告诉你 你去了就知道 说完这话 上元夫人可就走了 那何弦姑也就别犹豫了 游打恒山出来 辞别了张大姑土地奶奶 恒山上下来直奔咸阳城 来到咸阳城这会儿 暗落云头摇身一变 便做一个倒姑的模样 从浑身上下的一色白 穿得很素去 手里拿这张浮尘揣这几件宝贝 进到咸阳城里 一看这个满大街的这个百姓 一个个是愁笼满面 啊 眉头不斩 看出来了 这老百姓在这块受苦不浅 哪 找这左近能有什么倒灌 我先打听打听 这个这位始皇帝 这嬴政是一个什么行为 这么一抬眼一看眼前有这么一座倒灌 哎 这和弦姑高兴 为什么倒灌 这个 咱说和尚到了哪处 到哪个寺院就有五斗米吃吗 这倒是也如是 倒着倒灌等于到了家了 到这先挂个单 报个号 来到跟前不能说自己和弦姑 我九天选女徒弟说完 人当疯了 谁知你真的假的 一个小姑娘 来到这儿啪啪一打山门 游打这个灌里边迎出一个道童子 就在这一孔单和弦姑一抬头看 正当一块脸上写三个大字 清虚冠 清虚冠里迎出一位 小道童岁数不大 十岁台湾 一个小孩 一开门 起手称姑娘佛 口念佛号 一抬眼一看 这个女子也是个道家打扮 这位道中请聊 道友请聊 烦劳通病一生 不知掌院的灌主可在 我要在此处挂单 嗯 好 您随我来吧 小孩里边的和弦姑 就奔这个后旁去 绕个大殿 进后边这个 云房 云房相当于这个寺庙和尚的方丈使啊 就相当于这个 奔云房 掌院的这个 这位老道士 就这灌主啊 姓邓 年高九十开外 大高日 大胖头 脸雀黑 长一张鸡皮墨黑色的脸 一双三角眼往下搭了 大长脸 挺窥 哎呦 三柳 白元 胸前飘砸 九十多岁了 一老道士 犹大里边迎出来 抬眼一看和弦姑 哦 口声 吴梁姑 这邓道长岁数不小了 说话 颤颤巍巍多了多数 吴梁姑 这位道友请了 不知来到闭关有何功干 啊 这位道长 呃 我乃是一个云游的道士 来到此处我想挂单 铸上几日 大邓上下一台眼皮 打量打量和弦姑 他有点纳闷 呃 您先请进来吧 把和弦姑让他留 吩咐同子打插 查查各产 这邓道长 问和弦姑啊 这位道友 我有一事不知当讲否 呃 什么事情您尽管说呀 我关道友年轻貌美 呃 你这么年轻的岁数 怎么就出家当了道士 为什么 你一个大姑娘家家的 一看二十出头 这不是谈婚论嫁的时候 长这么漂亮 你喝醋找不着个好人家呢 怎么就会当了道士 我这话问的个唐吐 您可别见惯 好 和弦姑点点头 您这话说的 嗯 这个修道之人 难道还在乎这个容貌 有道是 人各有志 我志在此 不再贪婚论嫁 哦 好好好 可敬可敬 说到这会儿 这邓道长一回头 我那小童子笑过来 耳语了几句 低声说了几句话 这小童子 这小童子扭头出去 功夫不大 这小童子跑回来 回来之后 这道长吩咐啊 领这位女道长到后面去休息吧 啊 一试掩测 这小孩点点头明白 领着和弦姑 尤打过屋里出来 奔后边的客房 绕过这正院 往客房这正走 这边有一脚门 尤打这脚门外边 啪啦 门一分 闯进一火的人里 穿得跟他挺阔系 后面有这么十好几个 看这个模样 都是家庭的打扮 家庭奴才 什么人 为首了有这么一个 是一个男子 看年纪也就是二十五六岁 岁不大 长这个模样 眉很轻 木不锈 木都生锈了 这俩眼睛直发泥 看什么东西 糊里糊涂 迷迷糊糊 快眼村看什么 看一般东西啊 看姑娘的什么 在这眼亮上 穿 头上戴着一个文称公子巾 英文欠美玉 双漂戴脑厚飘洒 身上穿着一件文称公子厂 上绣大肚荷花 荷花上面绣是天鹅 荷花下面绣金蝉 有一别名叫赖蛤 想吃天鹅肉 底下都当我们铺 穿着一坟底靴 手里边拿着一把小事 腰里边欢沸叮噹 说话一点底气都没有 那女神仙在哪呢 让我看看 哎呀 这女神仙在哪呢 哎呦这说话 听着有出气没进气 就看着就受着净刀气 一眼看见何仙姑 哎呦长得真俊哪 这就是那大灯说的 新来的那女神仙哪 这个好 吩咐左右 吓咐们 这帮家你们过来 公子 少爷 你要什么分手 给他抢 二话没说 过来要抢何仙姑 这是怎么回事 书中按表 这人是谁呀 当朝的大公公 这位大宦官 赵高的儿子 赵高啊 那位大太监 太监怎么有儿子呢 这得跟您说一说 因为太监这个职业 这个有骨至今呢 我还专门查过这个 不是说所有太监的都挨那刀 因为我们打骨之间 这个哪朝有的太监呢 据说有甲骨文记载的时候 就已经有太监 您各位算吧 夏侯商周 有打这个周朝 这会就有记载 据说就有太监 好并不是说所有太监都是燕官 都是受了一朝之苦 这故事 这个当时历史上对这个赵高啊 有个评价 说他这个是宦官 还有一部分历史学家的吃力观点 说赵高不算宦官 这正经是个丞相 后来前二世上来的时候 这个前二世胡亥登基坐殿 他就算丞相 把李斯就给顶了 而且来说呢 他的这个赵高西夏 还说有子有女 他这个女婿呢 还是当时这个咸阳城的咸阳令 就这份的称管这个咸阳城 这份军备的这个军区司令员吧 跟现在话说 性严就严重 这是赵高的女婿 你说他这个太监 他怎么能有女儿呢 历史上记载 据说他是叫宦官 并不是说真的就受了一刀 朝里边还有一位有名的宦官 老癌 各位都知道了 这跟秦皇他妈有一腿 跟秦皇他妈召集一思通 后来这个秦皇知道之后 大怒 把这个老癌施以车裂之行 就把这人给吩咐 就恨死这个宦官 有打他这儿起 据说所有宦官都得啊 咔嚓 这个燕哥这一行业呢 这个有骨至今 这可了不得 有师傅 也有师傅 得给字 拜师得摆制 摆几桌 大伙都知道这是我徒弟 以后跟我学手艺 这个燕哥也有 旺边有祖师爷 祖师爷供谁 供华托 东汉那个神医华托 供他 当初这个华托在 给这个曹操治这头疯病的时候 不是给说要给曹子开刀 拿这个立斧先把头颅积开 曹子一听这话乐 好这头颅积开 这人还能活呢 甭问你是给官商报仇了 把他掐肩如狱 华托入到狱里边 这个狱卒对他非常不错 临死之时弥柔之际 华托就把自己的一书交给这狱卒 说你把我这一书学会之后 那你可了不得了 我一辈子心血全在这里边 回到家里边 这狱卒拿这一书正要看 这边他媳妇在旁边给华托那烧纸 一看这一书 这什么东西 这是华先生留给我东西 我以后算他土地你拿过来吧 好 华托先生倒霉就倒这个义书上了 他要不会看病 他能受这向上参刀之谷吗 拿这扑一下给扔到炉子里 烧最后剩多少呢 这狱卒抢回来就剩下最后几页 这上面有几个就是烟猪啊 烟牛烟羊啊 就有这么一点这个手艺 外科呢 外科大夫画托高吗 内科当供孙思表吗 孙思表画托高 男士二岁宝汤高 不是有这句 有这诗吗 什么诗出来的 就是烟歌也供的就是这个画托 早些这个就是专门就是扇这一刀的这个 这个那会儿在清朝最后名有一个叫B5 据说做官做的六品 而手艺最好啊 宦官在这个秦皇以前并不是所有的进攻 都得扇这一刀 大秦皇以后 因为秦皇非常恨这个后宫的下语 他定的规矩 只是进攻 必须挨这刀 养了这么一批变态 琢磨中国这个历史呢 好得了吗 这个书写中国的历史啊 应了著名历史老师袁腾飞先生那句话 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 中国的这个历史书写起来非常的不痛快 到了很多坑节上的事情写的就让人不合心 为什么呢 咱历一代的君王什么人都能容 唯独容不下一种人 什么叫贪官无理奸商恶霸 皇帝都能容 就一种人容不了 说实话的人 司马迁说实话啊 杀了 杜甫说实话吧 贬了 海魏说实话吧 罢了 袁崇曼说实话 刮了 我师父说实话 你说的 看您不说客 说实话的人呢 不招人呆 历朝历代都是这样 而且是朝中历来 你看哪个朝哪一代都有有名的官官 大奸臣 唐朝高丽氏有名 你到这明朝明朝初俩 大探院刘锦 还一杯荣贤 有这宦官当朝 这朝就好不了 赵高 一提起他必然要提到一城堆 叫指路为马 就这秦二世上来之后 赵高看手底下这些人谁听话谁不听话 想着一个办法 牵一走路 金典之上一指 这是一匹马 到看看谁顺着他说 谁敢说实话 敢说实话的一个一个我把你出了 他就这么大的势力 你想 赵高这么大的势力 他那个儿子 那能是个好货吗 官二代 那官二代那还了到 那是吧 咱都知道官二代什么德行 我就不必戏表了 这个道观 经常来一些个烧香还愿的女子 就由这大邓领着头 看哪长得漂亮 告诉同门出去 你顶报一声 告诉这个赵公子 让赵公子来 这赵公子叫什么 有个名字 乳名叫云霞 小个不高 这样的大眼隔经 告诉这赵公子来 今儿又来一漂亮姑娘 这赵公子马上领人就来 来到这会儿 就把这姑娘抢走 就给人祸害了 今儿听说来这么一个如花死欲 跟一仙女下凡事 这么一道姑 出家人 出家人怎么着 出家人我也不放过她 来到这会儿要抢何仙姑 何仙姑是神仙 能把她放在眼里吗 这上下你打了 你先别忙 别着急 你别过来 别过来 别着急 我问名字 您是哪位啊 这公子一听 问他是谁 露脸了 怎么 我姓赵 我家赵云霞 我爸爸 全清四野 赵高赵公公 赵公公 有公公有婆婆没有啊 何不敢什么公公 宦官 我们家 宦官有什么可露脸的 你要跟着我做我的第四十七帮姨太太 你以后就算是吃喝不尽 那享受无穷啊 我跟着我你准有福啊 有福想 怎么着啊 跟我回家去 你说这话和弦谷点在头啊 回头看眼那老道士 那老道士有一指把脸扭过去了 他就明白了 这个道人真给我们出家人丢脸 怎么能够帮助着光混人家 威飞堕来做这等事情 好好 各位赵公子 你身边这耳目慎重 这办事也不方便啊 哎呦 你看看你那挺大方 那你说怎么着咱就怎么着 我问你 回到你家中 你看如何呀 可以啊 那投着走吧 小姐先请啊 这么一摆手 和弦谷这掐绝念咒 走到头了 一措声都弄了 那意思干什么 我先给你点颜色看看 做一小法术 照你腿上的一咕 你不跟着我往前走吗 往前一走一脉腿 我先摔你一脸强力 给你摔一鼻青脸肿 这是掐绝念咒 他这刚一念咒 尤打那拐角上那闪服一个人 也是一个道士打扮 看年纪三十出头 正改壮年 身高七尺左右 头上带领酒粮道金 身上穿着一件青道袍 妖鼠水火丝套 宝蓝色中衣 白瓦民鞋 往脸上看 面白如玉 细眉毛大眼睛 憋着口正大耳有轮三流 默然胸前飘洒 在这个左类下 画这么一只笛子 竹笛子呀 不是 玉笛子 整块和田玉一点瑕疵没有 抠出来这么一根笛子 这个笛子分多少种 南方吹那个曲笛 北方吹那叫帮笛 不是那创作贴啊 南方吹昆曲啊 用这叫曲笛 北方那个吹帮子戏 叫帮笛 他这个属于哪种的曲笛 个儿大 按照现在的专业名词讲啊 这个笛子不是A调的 就是降B调的 我讲这我美的 我懂得 我懂得 跨那么一根笛子 一看这位气宇宣昂 是与众不通 何千古可并不认识 一看也知道这是一个道场 他想看了一眼 扭头这还掐嘴念咒 怎么念咒语 他不能走神啊 他怎么一念咒 对面这个道长 上下一打量何千古 微微淫露 何千古这不是念咒吗 这道长抬手 他也念咒语 等何千古这咒语念得了 忘了一句法术 扒这么一谈 这手没等分开 对面的法术可也出了 何千古这掐了诀呢 这诀没等掐词 大小的手就封开 何千古一露 这是什么来的 一看后面那公子 这赵公子 一点事没有 这法术落空了 这是敌是流啊 不知道 一错声这功夫 就听这道长说了一句话 这位道友 得饶人处且饶人 扭头走了 多一句话没错 何千古也没敢再说什么 就走在头了 领着赵公子 他在头了走 赵公子后边跟着 那些家园想跟着何千古引头 让他们跟着干什么呀 碍事拨了饺子 对 公子一 과 这俩眼 直刚刚盯着何千古看见 那个意思 就跟中的邪似 俩人除了这清炫 往前行走 没多少功夫 可就到了这个赵高的家里 这下和弦姑纳闷 怎么 他会法术 成云驾雾 这才行 可有意见 他不会缩地之法 什么叫缩地之法 俩二次元公军 拼到一块 打这门进去 那门出来 冰冈包 有一阵 你闻都见过吧 大个气 这就是缩地之处 这手和弦姑可并不会 可是功夫不大 就觉得这个道很近 就已经到了这个赵高的家了 这和弦姑纳闷 怎么回事 我不会这缩地之法 这赵高家这么近吗 他这永远是不是谁做法术啊 这时候他就想起 刚才跨笛子那边道场 没明白过来 怎么回事 进到这个赵高家里边 等一进这大门 公子进了院 可就看不见这和弦姑 这会儿嘉宾有人看见 有公子你回来 你怎么能看这俩眼发眠 这赵公子扑通一下 往地上衣柜左右开工 赵自己脸上 我不好 我检讨 我不对 我有罪 我错了 我傻貌 我不该欺压良善 我不该强强民 自己骂自己 在地上就抽开嘴巴 好像他这个抽嘴巴 整赶上这会儿赵高有打朝礼回来 他下朝回家来 家里领报赵高说 老爷您快去看看 我可了的 怎么 公子中了鞋了 到家里一看这怎么回事啊 这时候后面那家庭们跟回来了 怎么来怎么去 把这事情赵高一说 赵高就明白了 哦 那甭问哪 那个女的 她是个妖精 那女的现在在哪呢 不说跟着回家了吗 现在看不见她了 那甭问就在府里啊 赶紧给我找 这些家庭在这找 赵高扭头 赶紧奔到皇宫里 干嘛 要找亲王 让嬴政给他 姜姓李 找派人抓一下 抓那个女妖精 这个女道人 来到宫里边 跟这个管事太监 这一问 皇上现在在哪呢 正在西宫下院 跟娘娘那喝茶 聊天 好 跟西宫下院来 阿庞宫地儿大 阿庞宫三百里呀 您各位都知道 具体阿庞宫多大 当初有历史学家考察过 就画阿庞宫这个草图 阿庞宫有一正门 这正门相当于什么 您各位知道那个五门广场吗 就相当于这么一个格局 相对于故宫的五门广场 这么大一块地方 他那个正门有多大呢 有现在整个故宫博物院怎么大 这是阿庞宫的正门 相当于整个故宫怎么大 您就走过他这宫殿没有多大 来到西宫下院 一听里边好 这皇上跟娘娘唱什么呢 一听里边啊 唱戏呢 唱首还挺美 唱到什么呀 这边就听皇上那唱啊 我那臣子徐寻坊前去秋仙 天道了这般是不见回闻 江山门且坐在西宫下院 这还唱 当我娘儿一个俩仨 西宫娘娘过来 怎么一拿那么些的 那应当是 那呀嘿 带一个手 你一唱我 那呀嘿 这二位对活了 来到进前 禀报说禀报万岁 给老公做儒啊 哭着就进来了 说我家里闹了妖精了 怎么怎么一回事 跟前世皇一说 尤正义听这个话 眼前一亮了 照你这么说 这个女子她是个神仙哪 快去把这个神仙 给我请到宫中 这请这神仙 这可是个妖怪 这要进到宫里 皇上您不怕 这个万岁的身边 有个365位正身保驾 鼎记还得有个土地爷子 我能怕这儿吗 把这个女子叫什么 这时候有家庭领报 那个道长 就那位大栋子 那邓道长 他说的 这个女道长自报家门 他叫姓何 名叫蓝仙 人都叫何仙姑 把这何仙姑给我请来 这一请何仙姑不得要紧 这才引出一段 东华帝君渡中离市 玄独子大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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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